假如今天是太平盛世 每個人為自己的利益考慮 我都可以理解 可是當今天我剛剛講 兩岸已經處在這麼危機了 中國國民黨已經被人打在地上 被趴成這個樣子 今天民進黨的壞 不是今天七月份才壞的 從年初開始 從去年開始 從韓國瑜開始 他就是壞 壞給你看 我們看到其實江淺誠在 他的團隊在去年的時候 就讓人感受到 國共關係的急速的冷凍 包括那時候的海峽論壇 本來是找了王金平要去 但是後來臨時又取消 那大家就認為說 江淺誠他其實他的態度 也是親美遠中 就是慢慢的國共本來是有機會 在這個時間 在民進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他是可以有時間 有機會可以再次的對談 但是現在看起來似乎國共兩人之間 似乎也越來越遠了 你剛剛講不止朱立了 江淺誠我上次聽那個 連勝文玉他是智庫的負責人 他現在想推動跟大陸的智庫的交流 江淺誠基本上都不支持的啊 不支持 對啊那你想想看中國國民黨的智庫 本來是一個大腦 結果現在變成小腦 現在變成國民黨的扁條線了 可有可無了 那你請問一下這個黨到底在幹什麼 中國國民黨原來可以兩岸關係是可以走的非常好的 結果呢你今天江淺誠任內你沒有做到 朱立倫論述也不可能嘛 朱立倫他的這個論述 北京不可能接受的嘛 那就放任兩岸是敵對 那放任敵對最符合民進黨的需求了嘛 那你請國民黨 你2022年或許會贏 2024年會贏不可能贏了啦 對不要再騙老百姓了 我在講說身份認同的問題 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是什麼 中華民國是不是中國人 當然是啊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也是德國人啊 法蘭西也是法國人啊 我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啊 可是你什麼時候聽過朱立倫江淺誠 公開的講說我是台灣也是中國人 請問一下中國國民黨黨員 不是台灣人也不是中國人那是什麼人啊 中國國民黨連這個身份認同都不敢堅持的時候 請問一下誰還尊敬你 就像你明明是你爸爸生的 你都不敢承認你的爸爸 明明是你的兄弟姐妹 你都不敢承認你的兄弟姐妹 明明自己是一家人都不敢承認一家人 請問一下大家怎麼尊敬你啊 在歷史文化上 民進黨這幾年代驅中國化 搞這個中華文化的事情 我張亞中你也知道 跳出來編教科書做那個抗爭的工作 請問一下朱立倫你在哪裡 請問一下江啟臣在哪裡 你們根本就 根本就一不事不關己的樣子嘛 你們在乎的就是能不能夠贏得這個選舉嘛 我們再講一個東西很簡單 軍公教 我們知道民進黨的策略 就是要摧毀中國國民黨 民進黨啊 他要摧毀中國國民黨啊 甚至他會把國家給搞垮掉啊 這是我們對民進黨的認識啊 這要認識清楚 民進黨怎麼摧毀你中國國民黨 第一個摧毀你的靈魂 第二個摧毀你的身體 摧毀靈魂是什麼 包括從李登輝開始 你的政治意識形態 沒有什麼孫中山的 沒有所謂三民主義了 那包括什麼 包括你的身份認同 也都把你摧毀掉了 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這把你摧毀掉了 你的精神方面怎麼樣 身體方面怎麼樣 第一個黨產把你給抄了 第二個呢 把你最支持的這一群的軍公教 退休金給他拿走了 你的支持者被分化了 你的黨產又沒有了 我請問一下這兩位大將 你們在這一趟十幾年來 民進黨要摧毀中國國民黨的過程中的時候 你們什麼時候站在真正的中國國民黨的立場 去捍衛過 都在盤算自己的小地方利益啊 對我能不能夠選擇台中市長 我能不能夠繼續再選大位 你想的是這個東西啊 有一些人也會認為說 對朱立倫有一些些的疑慮 是因為他在幾次的選舉當中 都認為他是必戰三心二意 就是說對他的支持 似乎覺得他有一些些這樣的一個前科 那有人認為說 他是不是能夠真的可以帶領 中國國民黨再起 對這個部分 他對他也是有一點疑慮的 我覺得不只 其實社會上對已經大家都是 好像朱立倫 我們知道他是學會計的嘛 大家都是什麼事情都在算計嘛 身上永遠背一個小算盤 先打打算盤以後再決定要不要幹嘛 我就拿這一次例子來講 請問一下民進黨的倒行立施 是今天才有的嗎 沒有吧 今天講來聽聽 要不要選這個黨主席 我張亞中 我在2月17號 江啟臣說 讓聘我為中評委 換句話說 我有參選黨主席資格的時候 我二話不說 第二天我就跳出來宣布我要參選 公佈我的所有的政策 非常實質的政策 不講空話的政策 那同樣到底 朱立倫 我們看到這段時間怎麼樣 要出來不出來 要請議還要請議這個請議那個 請問一下今天假如中國國民黨有爛 國家有爛 我請問一下需要這種游離嗎 假如你今天是一個男子漢 今天看到國破家王 碰到黨重大的危機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就跳出來嘛 他是不是還在盤算一下他的支持度有多少 他有多少的資源 講客氣點話 這個字不是我講的 這是媒體大家評論家講 他現在面臨個困難 如果不出來 那未來的黨的機器就掌握在不是他的人手上 這對於選2024年的確會有一些影響 對的確會影響 但是萬一選出來 萬一選不上怎麼辦 政治生命就提早結束嘛 所以他一定要盤算到某種成果上 我能夠確保這次選舉 能夠選贏 這個時候他才會出來嘛 這些東西政治人我都沒有意見 我覺得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剛剛講說 當你如果說 你認為黨或國碰到災難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假如今天是太平盛世 每個人為自己的利益考慮 我都可以理解 可是當今天 我剛剛講 兩岸已經處在這麼危機的 中國國民黨已經被人打在地上 被趴成這個樣子 今天民進黨的壞 不是今天7月份才壞的 從年初開始 從去年開始 從韩國瑜開始 他就是壞壞給你看 那你在這個情況下 你真的認為說 你是一個國民黨的天王 你是國民黨的大將 責無旁貸 我真的跟你講 假如我是他的話 我就會公開的說 我對國民黨有承擔 我就願意出來 這個東西可能在一二月就可以做了 就像人家趙少康 不管你同不同意趙少康 我也很佩服他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嘛 我想選黨主席 因為我將來想選總統 大丈夫男子漢就是這個樣子啊 想做什麼就講出來嘛 這就是國民黨最大的問題嘛 那今天問題在哪邊 我們一個個去挑戰他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種事情 當然他可以講一大堆理由啦 可是對我來講 對不起 到了8月2號才宣布 其實嚴格來講 就證明了他在人生思考很多問題的時候 他是考慮的因素是比我們多很多的 那我們考慮因素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這個人是因不應該做 這是一個是非的問題 這是應該跟不應該的問題 所有的得失 對不起 我不能掌握 努力在我 城市在天 大家共同來完成 可是他考慮因素 也許比我們複雜一點 這是我們對他的評價 好 另外還有一位參選人 就是現任的黨主席 江啟成 因為呢 江啟成 他是現任 所以他也是擁有黨務的資源 他也有更多的發言權 所以老師最後選舉 黨主席的選舉 最後還是要回歸到黨員的支持度 老師怎麼樣去突破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他畢竟他是黨主席現任的 他擁有他的資源 我知道老師最近也是非常的忙碌 不斷在尋求一些支持 這個部分老師怎麼樣來突破 怎麼樣尋求黨員支持 喜成兄也是我好朋友了 我們都學出學的好朋友 就做一個朋友來講 我真的是沒什麼好講的 包括像朱立倫也是好朋友 他的岳父其實我也非常的熟 而且他岳父的政治理念 跟我其實還反而更相近一點 四伯兄也是我的好兄弟 所以說我剛剛跟你談的 真的都是針對個人 起身兄有幾個問題 你看像今天我在這兩天看那個 朱立倫他自己公佈的 朱立倫公佈的 說國民黨的智庫做一個民調 國民黨現在的支持率 大概只有19.8% 而民進黨的是27% 而民眾黨的是11%左右 就換句話說這一年來 大家都感覺到說那江啟成 你到底把國民黨帶起來了沒有 這第一個問題 但是他覺得這個數字 對他來講是有起來的 他說在去年他的 國民黨的支持度是更低的 所以他在這一年當中 讓他上升了10% 那以前只有9%嗎 沒有啊 這是你國民黨智庫自己做的 做的出來的東西 我們先不擔他 那我對19.8%我是不滿意的 還是很低的 還是很低的 所以說考試20分還覺得很高興 那我也沒話好講 第二個你看這次在疫情的事情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 這也是國民黨黨公共我們講的 當時譬如說 要希望大陸能不能夠幫忙的時候 天天就害怕跟大陸扯上關係 認為是紅的 不可以跟大陸扯上關係 疫苗的事情 然後呢 當國民黨要去告這個民進黨 接受 去告這個民進黨的時候 我們的林維州率先出來 說我要接受 台灣的疫苗的這個注射 整個 整個國民黨荒腔走板 荒腔走板 今天對江景仁的批評 我不必講太多 朱立倫已經講的夠多了 但是我再講最後一點 我們知道國民黨的黨主席的任期 是到8月18號就截止 那今天中國國民黨的做什麼呢 就行為給這個內政部 徐國勇 請徐國勇來解釋 我可不可以續任 很可笑吧 然後把自己比照著人民團體法 哎你是個政黨 政黨當然是人民團體法 按照政黨 按照中國國民黨的任期是4年 我請問一下 你8月18號就辭職 就下台了嘛 反正就參加選舉了 你為什麼一定要用請假的方式 而不是離開的方式 同樣都不做了嘛 如果你有本事在繼續選上 那下次黨主席還是你嘛 所以請假跟你所謂的任期到了走 但是任期到了走 它是建立一個慣例啊 而且國民黨本來就是任期就是4年 人家徐國勇的給你的解釋就說 這個事情你們自己去看著辦 那你看著辦按著黨的規定走 結果你就要硬給他凹成說 我還是可以不要下台 然後依照人民團友不要下台 然後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選舉方便嘛 所以這些小動作你不覺得 他也18到9月25號投票 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他要請假 那你今天講 假的9月25號是江啟成在選上 你就還是當黨主席了嘛 這個請假跟你離職 這有什麼不同嘛 你反正都不做了嘛 對 但是你離職就創造一個慣例 或者一個規矩 按規矩來走 不要說慣例 按規矩來講 我們的黨主任期就是4年 找一個國民黨 國民黨不是沒有人才啊 中常會裡面 選一個來代理黨主席 這有什麼不對 江啟成跟我一樣都是學者 我們學者應該很強調理念的 可是為什麼這件小事情 你會覺得做的不夠光明磊落 不夠漂亮嗎 我們今天想實在話 你從這些小事情就思考 就說他們在思考問題跟你不一樣 比如江啟成他思考問題的時候 他思考的說 我將來是不是將來 繼續選台中市長啊 或者我將來還可能 會不會再選某一個市長啊 所以你要知道 他在面對一個國家大方向問題的時候 他就不敢像我張啟宗這樣子 因為我沒什麼市長好選 所以我可以講得清楚 兩岸應該怎麼走 更方便怎麼走 可是對江啟成來講 他將來還選台中市長 所以他的政治立場 他考慮說 我這樣子做以後 我們台中的紅派黑派 或者是我們的民進黨會怎麼看我 我將來選舉的姿勢怎麼看我 就是他會把一個國家選一個黨主 我們選一個黨主席應該的高度 他不知不覺中 把他拉到了一個地方派系的高度 這是他不知不覺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的情懷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 可是我張啟宗不一樣啊 我張啟宗這次出來 我剛剛我沒有任何的政治包袱啊 我也沒有選台北市長台中市長 我要的是當黨主席啊 我要的是把國民黨的理念跟論述 給他建立起來啊 所以我可以跟你大談我的兩岸大論述啊 我可以談我的憲政大論述啊 我什麼都可以跟你談 因為我不需要討論到我地方選舉的問題 那地方選舉我們找個地方選舉人來做 就是負荷 就把這個層次可以分開嘛 我們可以談整個最高層次的 還有縣市層次的 還有地方層次的問題 這些問題就做一個黨主席 他才可以做這種全面的規劃啊 可江啟宗沒有辦法 所以這兩個人他們都是 我剛剛講都是 所以老師你是覺得江啟宗他的格局 其實是沒有那麼的宏觀的 他是地方派系 就是國民黨現在經過幾個階段了 國民黨最早說蔣經國 蔣中正到了以後後來蔣經國 還再過來是蔣經國所培養出來的人 我們講像馬一九 甚至像吳敦義都可以算是 蔣經國那時候培養出來的 可現在到了這個江啟宗這一代的時候 其實他就完全地方派系了 所以你知道其實國民黨經過幾個階段 所以為什麼到了江啟宗這個地方派系以後 地方派系考慮的是地方派系優於所有啊 所以他在很多決策的時候 我們去了解他 我們去體諒他 他在做很多決策的時候 他必須把他地方派系 特別是台中的地方派系 他的考慮運輸拿進來 所以換言之這幾個人 他們都 我剛剛講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很佩服 做朋友來講 我覺得像朱立倫也非常的謙和 我沒話好講 江啟宗跟我學術界 我們還我以前還編過一本書 他還當我共同的作者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兄弟啊 可是你發現說做起這個面對 國家跟黨這個大問題的時候 我對不起我必須要講 我覺得他們的視野 他們的格局 其實真的還是不夠的